3月25号,白宫和联邦参议院就价值2万亿美元的法案达成协议,为疫情中受伤害的员工和企业提供经济补助,是美国史上最大的资金补助计划。 参议院通过后还需要众议院投票表决,如果最终法案通过,特朗普将签署为法律。 在美华人可通过接下来法案细节的介绍,了解自己是否在受贿人行列。 纳税人部分将根据2018年到2019年提供的报税表,对个人年收入在7万5千元以下的每位成年人可以发放1200元补贴, 夫妻报税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的可领取2400元补贴。 儿童每人可获得500元,每家上线两个儿童。 个人收入在75000到99000,或者夫妻年收入为15万到19万8000的家庭,补贴数额递减。 个人收入超过99000或夫妻收入超过19万8000的不能领取。 大约90%的美国人有资格获得全部或部分的补贴,如果通过后将在4月6号开始向纳税人的登记地址直接寄送支票。 绿卡持有人,工作签证以及留学生中有纳税的或许也可以受益。 失业补助方面 未来4个月,每周最高的周失业救济金将增加600元,每周可领取失业金的最高金额为1050元。 失业救济金的领取范围将扩大,原来不可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零工、休无薪假的员工和自由职业者现在也可以领取。 失业者平均可获得4个月的全薪,即将达到领取失业津贴最大限度的人,可以将期限延长13周。 小商业方面,3500亿元的资金将全部用于小商业贷款,员工人数少于500人的公司可获得小商业贷款,上限为1000万美元。 企业必须使用贷款支付员工的工资,贷薪病假、租金、水电费或其他债务。 因疫情导致的经济困难企业将获得共5000亿美元的援助。 禁止由总统、副总统、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负责人控制的企业获得贷款。 设立国会监督委员会,负责选择和确认对公司的贷款,对资金的走向实时向大众公开报告,包括贷款、投资或对公司的其他援助。 医疗系统方面,将为医院提供超过1000亿美元的援助。 为疾控中心、运输机构、粮食券、儿童营养餐和其他与健保有关的方案提供额外资金。 新措施还将为州和地方政府提供约1500亿的次级基金。 新措施还将为州政府提供约1500亿的资金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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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措施还将政策区训指紧。 自家中处理者的串筋测印刷给予纸的资金子。